我们刚刚就是路上沟通过说师妹在这边之前读大学 然后留在了就是阿尼法克斯 因为他们现在是在移民公司嘛 所以我们现在他们办公室 因为也会之前介绍过说在加拿大每一个省 他可能移民政策留学可能都有一些区别 然后我们可以去问一问关于这个地方 因为我之前了解的是说像海洋四省这边可能 人口相对不是那么多 他可能会有些移民政策会比较好 吸引一些海外人才 然后来这边 你们办公室这个位置其实算是蛮市中心的 对它基本上是在哈利法克斯比较繁华的一个区域 然后这些都是我们的全职的员工 然后平时如果学生有什么问题的话 就可以来到办公室 然后跟我们进行沟通 你是说他们留学过来之后吗 对就是他们留学过来之后可能会遇到生活上或者是学习上的一些问题 包括就业和移民 然后就都可以在我们这边进行咨询 那我们坐着可以聊一下问一下 这个位置就是属于哈法最比较相对繁华的一条街 然后基本上属于市中心的位置 然后这附近也会有一些就是像银行啊或者是会计公司等等这一些方面的一些业务都会在这边 对而且这边交通很便利如果学生想过来的话坐公交车或者是 呃步行到这边包括他离达尔豪斯大学和圣马利大学都很近 所以也都距离上比较好 因为我们之前基本上带我们转的时候就看过好几次那个就是达尔豪斯大学是吧 对 那圣马利大学也是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 嗯 圣马利大学就是从这边沿着街往南走大概15分钟就到了 就其实相对比较聚集在一个区域范围内 就是这个城市这个城市你之前路上跟我们说它主要就是有五个大学 嗯 最好的应该就是那个 按照排名来讲是达尔豪斯大学 达尔豪斯最好 然后其次是圣马利吗 嗯 其次像圣马利和圣文森的山他们并不是说教学质量不好 只是他们比较着重于本科教育 所以在研究生啊像博士他开设的科目比较少 嗯 那达尔豪斯呢他是伊伯类的大学 所以他从本科研究生到博士生都有相对应的一些教师资源 嗯 我我之前了解是说像加拿大这边他可能排名的话就是伊伯类 他可能是属于第一梯队对对 他可能里面必须要设有一些音学啊或者法律这一类的专业 他才能够进入这个伊伯类的排名 对是这样 是这样对 嗯 所以就是你们这边的话主要是做移民和留学这两大块 对 其实呃总体来说是希望在他们入境前抵达加拿大之前 帮他们来做移民申请这一类的工作 嗯 等到他们入境之后从接机的那一刻开始一直到他最后的就业移民 我们都希望能在这整个的一站式的留学后服务当中帮助到学生 那你们就是呃呃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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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你是说在这边读书 然后录下工作 其他的也是吗 对我们基本上所有的 就是主要的工作人员 都是在本地有留学 或者生活经验的 因为我们是希望他们 在给学生提出一些建议的时候 可以比较的客观 或者是说他自己经历过这些 生活或者学习上的问题以后 他能更好的帮助学生来解决 那那个就是 我是想首先去了解一下说 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之前在卡尔加里的时候 就是也采访过一个那个移民公司 他有大体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加拿大的移民的一些情况 但是他有提过 就是说他有一个省提名 对吧 对 所以就是每个省 它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 因为他可能需要的人才 或者需要的人不大一样 对 那如果说像新式科学省的话 他移民的话 主要是分哪几块 或者说跟其他的省 有明显的不大一样的这种 其实联邦它是分为两个阶段 一个是省里面的移民局 一个是联邦的移民局 那对于每个省来讲 他们确实像您说的 会有比如说 希望有哪些人才留在自己的省 就会有特定的一些职业 但大部分来讲 大部分的省 它的省提名都可以寄入到 联邦移民的这个分数当中 所以可能像我们这个省的话 基本上要求就是 工作满一年以后 然后有本地的这个 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文凭 然后就可以申请移民 但是这个工作经验 必须是在本省完成的 就是有本省的学历 还是有本省的经历 学历不是一定要在这个省完成 但是工作一定是要在这个省完成 大概一年之后 就可以进行这个省提名的申请 那本科毕业 然后做省提名 还是研究生毕业做的省提名 这个没有特别 基本上本科或者研究生都是可以的 它没有一个特别高的一个 学历的要求 对 但是至少是要到本科吗 高中生也可以 但是因为是这样 高中毕业的话 它可能能够从业的这个职位的类别 不一定会属于这个移民的类别当中 所以可能相对来讲 本科毕业 然后在就业移民的情况会更多一些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求的是说你工作满一年 然后你可以申请 但是实际上不是所有的工种都可以 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对 它是有一个很详细的移民列表 一般我们的移民律师都会跟这个客户进行详细的沟通 我们看它的工作具体属于哪一个类别 那比较突出的是 例如哪一些是可以的 例如哪一种是肯定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以前聊起来好像说 它可能没有太多的技术和专业含量的可能就不行 对 就像您说的可能专业性比较强的这种工作 像会计这一类的 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属于移民的这个类别 但如果特别基础的一些 没有特别需要专业性的话 这个就需要根据移民律师去查 它的这个具体的类别来判定了 所以基本上本科毕业以后 找到的工作的这个类别 大部分都是属于在这个移民范围之内的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很挑剔的 对 只要是说你这个选拟基本上在本科完成的 多半都是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对 那这种相当于是属于说我工作之后留下来 对 然后这个省在去年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 整个大西洋四省 就是新斯科社省 而爱德华王子岛 然后新布伦瑞克省 还有纽芬兰省这些省 他们都联合推出了一个联邦的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就是说 只要这个申请人 它之前的工作 它是分三个类别 就是如果是当地毕业生 就是12个月之内拿到工作offer 就可以申请移民 那有工作经验的人是需要他的工作经验 匹配到这个省的这个工作当中 然后并且也符合移民类别 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肯定还有一些细节上的一些要求 但是这个相对于原先的省提名来说 他就基本上就是不要求申请人在移民之前在本省有一定的工作经验 他可以持移民的这个Permanent Residence的身份进入本省 然后再完成这个工作合同的年限 所以相对来讲就会让这个要求变得简单一些 就是你不是说要工作满一年 而是说你拿到这个学校毕业之后的就可以申请 就是说它也可以是海外的学历 只要是能够通过这个认证 可以等同于加拿大的这个学历 那它是要先拿到这边雇主给他的一个工作合同 然后双方认可以后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项目的申请了 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年限缩短了 之前是必须满一年 现在是我拿到了这个offer就可以了 但是你刚刚填的有一个概念 我是一直没听懂 就是你说省提名的这个分数也可以记录联邦 这个是大概是个什么概念 因为这个要是说细的话 可能就会比较太细节了 但是总体来讲联邦 它是有一个叫做快速移民通道的项目 那各省呢它有自己的省提名 快速移民通道大概最近几次的评分都在440分左右 也就是说这个申请人根据他的学历 工作经验在加拿大的年限等等这些 它会有一个分数 那对于省提名来说 部分省的它的省提名是可以把它这个分数 加入到这个快速移民通道里的 一般的省提名是加600分 那有的申请人他可能工作经验比较多 学历比较高 还有他的这个移民类别的语言成绩比较高 那他可能很轻易就能超过440分 但是对于一些本科毕业或者工作经验时间不长的学生来说 他直接去申请这个联邦的快速移民是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最低限的 所以他需要通过先申请省提名 然后拿到这600分数以后 然后加入到这个联邦移民的这个分数当中 这样他就有一个较大的优势 可以保证自己可以被邀请 然后去递交所有的移民申请材料 所以这基本上是省提名像是一个加分项一样 然后再去申请这个联邦的快速移民通道 这个可能是我们申请 尤其是本地留学生申请比较多的一个方向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 不是所有的都需要经过联邦的快速通道 只是说联邦这个快速通道 它是比较容易快的能够拿下到这个移民身份 它可能就是比较 怎么说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它只是考核你的工作经验啊 学历啊等等这一系列 但是加拿大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政策 比如说投资移民 或者是其他更相对来讲 选择比较少的移民项目 那这些可能并不是我们留学生最关注的一个方向 就说这个快速通道基本上是面向技术 技术类别的或者说是学历 学生这种的这个意思吗 对它基本上这个职位也是涵盖了各个级别 它是根据职位的等级来加分的 对所以可能对于我们这些 比如说靠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 然后这样的人来说 获得这个工作的时长 走这种项目会比较好一些 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移民项目 这个我实在是完全我还没有听懂 没有完全听懂 对 它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通过审提名正常去申请 然后这个里面的话可能是包括投资移民 也可能包括技术移民 也可能像学生这种读一年的属于技术移民吗 它有经验类移民也有技术移民 就是肯定不同的这个移民项目 它审查的材料会不太一样 要求也不太一样 如果一般大家都会看走的时间比较短 相对来讲比较短 然后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常见 操作起来比较熟练的项目 但是对联邦来说 联邦是没有投资移民这种想法的 是吗 是这个意思吗 比较常见的是按省 对在省提名里面会有一些 所以联邦的项目就是联邦的那个是快速通道 那是它其中一个 就是它是叫经验类 就是说根据大家的这个工作时长为主 然后呢 有这种学历啊雅思啊评分的这样一个项目 就是说这个是类别是比较复杂的 省有一些什么投资移民啊 也经验类的呀 联邦呢 可能主要就是由你刚才说的这一种 但是这一种是相对来说 在时长上面可以更快的能拿到移民身份的一种方法 对或者说它相对来讲 只要学生是在本地毕业去工作的话 它可能提供一些材料啊 都会比较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不会那么复杂 然后它可能就是有一个最低分数就是440分 如果说你直接去申请可能就拿不到这个分数 如果语言不够好 或者工作经验不够好 但是如果你是在省提名这个地方通过了 它可能的话 它本身就有600分的基础分了 对 然后再加入到这个快速通道当中去 就会比较快的能够拿到这个身份 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 准确实说是它有更大的几率 因为它是按分算的 对 它每一段时间都会有一次抽签 比如说我就抽440分 那440分以上分数的人就可以得到邀请 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联邦的移民申请 抽签 抽签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440分这个讲池里面的人 440分以上的 440分以上的 我抽到了我才能提交 如果没收到我就要等明年 对 它基本上就是满足了440分的话就可以进入了 它虽然是叫抽签 但更多的是一个最低分数线的概念 到了分数线你就可以去提交材料了 然后提交材料的话再排队 是吧 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那你说的这一个在其他的省是没有这么就是 这个就要看不同具体的这个省 它的这个省提名是不是挂靠到联邦移民下面了 如果要是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咨询就是从正规角度来讲也都是移民律师直接跟我们的客户进行沟通 然后会先看一下他们的这个背景包括他们真实的情况再根据他们的情况推荐这个 就是适合他们的项目 对所以我刚才讲的可能 更多的是我们学生会问的比较多一些但是基本上最后都会请移民律师再跟他们正式的去沟通 移民律师 是不是这边就是只要是从事移民的这个是拿执照的那个就是他必须要考到一个执照 他有这个正式的执照他才能够帮你做正式的咨询帮你去做后面的这个工作 只有持执照的这些移民律师他们才有资格去指导学生并且提他们递交这些签证或者是移民类的案件 就是这个是叫做移民律师 我看他可能每个公司的叫法不一样但是必须都是说有一个执照的 这个执照也是在政府的那个网站上是可查询的到的对吧 对他们会有一个证书然后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编号 对所以就是那你们主要是是不是在做移民律师的这个工作 你们更多的是在做什么呢 就是在我们公司里面是有移民律师 但是他只是我们想要提供的一站式留学后服务的一个环节 在此之前其实有很多的内容要做 因为学生他虽然来到这边读书但是他可能会比较注重学业 但是他在这个工作呀包括他的真正的求职技能上可能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培训 然后我们的这个服务呢从像说的一般是四年的本科嘛 第一年他抵达更多的是一种适应 那我们是希望帮助他更好的去解决一些新生遇到的问题 比如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和学习 但是到第二年第三年呢他就更注重于学术 然后包括他会培养一些自己的这些实习经验 或者是这种就业的真正的能力 然后等到第四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准备好可以毕业以后能够找到一份正式的工作 所以从整体来讲他其实是一个过程 就很多人觉得说学生过来以后他自己能应付这些 但是往往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刚抵达这里的时候 他其实是充满困惑的并且会遇到很多问题会走弯路 所以我们是希望从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帮助到他们 让他们尽可能的减少一些弯路 就是保姆 其实是一种管家式的一种 就是说在帮助他们的同时又希望他们能真正锻炼出自己的技能 同时也会跟家长取得一个联系 像我们每两个月至少都会有一个这种纸质版的一个报告 记录一下学生在这边的生活 包括他参与的一些活动 让家长能够看到就是学生是在很好的成长 我怎么感觉这个 好像我来读书有个人要偷偷跟我妈妈打小报告 有学生会这样想 但是可能有的家长他是很希望这样的服务 从家长的立场的话 他还是希望孩子可能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去发展和学习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可以到时候去逛一下这边的那两个学校 大概去看一下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的话都没问题 因为他们距离都比较近 然后开车的话也都很方便 或者是步行距离像这两个学校到公司也就是10到15分钟 看校区在哪个地方 因为就哈尼法克斯那整个城市不是特别大 对 整个城市差不多这一片区域的话有四所大学 然后一所公立的学院 然后基本上这个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大学城 因为这边更多的会聚集很多国际留学生 然后也在有一些现代化的发展 其实对于这个省来讲 你现在已经是四年本科毕业了 那我是可以拿到多久时间的这个工作签 基本上两年或以上的这种专科或者本科的这种项目的话 是可以拿到三年的工作签证 三年 对 所以学生有三年的时间去找工作 然后找工作的话基本上省提名是一年嘛 如果要是很幸运能够走这个大西洋试点项目的话就更快了 那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有充分的时间去找到工作 这个大西洋试点项目是每个本科毕业生都可以有机会的 还是说有成绩啊或者什么要求的吗 对成绩没有太多的要求 但是要是在这四个省毕业的学生 就是在这四个省毕业的学生就都可以参与这个项目 对 但是主要是他需要有一个雇主给他颁发一个至少一年的工作合同才可以 只要拿这个一年的工作合同我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大西洋的项目 对 对 刚才看到就是外面是有一个学生 对 他今天正好过来了 他是在哪个学校 他是在圣马利大学 然后他是我们跟就是我们在国内的中加班项目毕业的学生 也就是说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在读这个新省的高中项目 并且在毕业的时候有新省的这个高中毕业证 然后他是申请到了圣马利大学 你的意思是说国内你们在国内就是公司是有一个这种单独的学校吗 还是说的学校里有这种 有多所学校的合作 现在目前来讲就是有三个新斯科社省的项目的学校 是在河北省的三所公立中学跟他们合作的项目 他们的这个班级是独立出来的 所有的老师都是我们从加拿大新斯科学省这边就是有这种教师牌照的人 然后才可以雇佣他们 然后审核之后他们在国内进行教书 就是在国内创造出一个加拿大新省高中的一个教学环境 就是因为说这边的大学它实际上 不是说像我们国内那样考了雅思然后再申请 它是根据你高中的成绩然后去申请这边的大学的对吧 对现在可能加拿大部分大学有考虑高考成绩 但是可能其他的更多的是去看这个高中的这个成绩 包括它的语言成绩 那我们之所以有这个项目也是希望学生在来到加拿大之前 他就能够去了解到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些养成一些习惯 所以家长可能在国内就选择了这个新省的高中项目 他们过来以后适应的也会好一些 因为基本上老师都是从这个省去到国内教书 所以他们在概念里面会先有一个铺垫 大概这个省是什么样子 然后来这边读大学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就是他们还需要考雅思吗 还是直接从高中成绩就可以了 直接从高中成绩就可以 因为他是从就来这个省的话 会承认这边的高中 是承认的 但是我知道的是说 这边的其实类似于国内的高中这个概念 应该是要读四年对吧 从初三相当于从初三开始 初三高一高二高三 然后你这个成绩再去申请大学 这边的话看如果是伊伯雷的大学 他可能会看高中三年的成绩 如果是一些技术学大学 他可能更看重高三这一年的成绩 所以对于学生来讲 可能高中三年的成绩就足够来申请这边的大学 因为我们之前去多人多的时候 就是采访的那个就是中学的孩子到这边来读书 就是说要从初三这个年龄段开始 然后再读三年高中一共四年 然后这样子他们才会承认这个成绩 然后以最后一年的成绩去申请这个大学 所以就是因为从你这边得到信息是有点不一致 所以就确认一下 每个省的其实它很多东西都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在新师科舍省是说你 你以你刚才说的中加班为例 就是这三年高中他是就是承认这个高中的学历的 对 然后以最后一年的成绩来申请就是基础类的大学 以三年的成绩去申请伊伯类的大学 对 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你们还有什么想了解 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到旁边大学去逛一下 如果是那个 那如果是想就是高中没有并不是在中加班上的 然后正常的高中 那怎么才能申请那个伊伯类大学 这个的话可能问题比较专业了 但是普通的高中的这种国内的项目 也是可以申请这边的大学 他可能也会去看学生的一个整体的成绩 所以基本上并不是说一定要走中加班项目 只是这个是我们认为能够让学生更好的 在出国前养成一个这种学术习惯的一个方法 但是普通高中的学生也可以用他们的高中成绩来申请 最主要的就是他们这个语言成绩一定要达标 如果不达标的话呢 也可以来这边读一些语言学校 然后语言达标之后再入读到大学 我想问一下就是做这个移民留学者 我话语言不清楚 就是像这样的话 在这边是你们公司是有资质还是说 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资质 这个主要是看移民律师 因为我们公司是有移民律师 他是有资质的 那客户来咨询的话 肯定要跟移民律师去见面 像我们可能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 但是真正的就是要有这种有资质的移民律师 然后来跟客户进行解答 他今天是不在这边吗 对因为他有时候会比较忙活要见客户 或者是客户跟他有预约 一般见他的话都需要提前跟他做好appoint 那他是就是这个公司必须有这样一个 有执照的这样的移民律师 然后才能申请这样的公司 然后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 如果真的去谈关于移民的这个具体内容的时候 他说的话才是具有这种 对认可的法律效益的 你们只能做一些就是简单的一些咨询 对简单的一些介绍 那留学和签证这一块呢 也是有专门的质质吗 对留学和签证也是基本上 由持证的这种移民律师 才可以来进行具体操作的 那学生当然也可以在校园内 都有这种international center 就是国际生的这种帮助中心 他们也可以帮学生去提出一些建议 但是需要学生自己亲自去递交 所以在学校来讲 也是有一些免费的资源 学生可以使用 对我们这边移民律师 一般处理的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有拒签室 或者是学生对自己的学签 自己申请不太放心 他才可能会来请移民律师 帮他做这方面的业务 那留学后呢 留学后的这些服务 需要就专门着自制吗 这个的话应该是不是说 一定要申请一个资质 但是我们是要确保我们的老师 首先他们自己是不是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会经常组这些培训 包括我们国内的老师 可能他们更了解这些 留学咨询顾问方面的问题 我们都会定期的去培训员工 然后让大家更好的去帮助 包括我们有一些员工 本身是心理学毕业的 所以可能在沟通交流上 也会相对来讲比较的专业 所以从整体来讲 我们作为一个留学管家的身份 更多的是帮助他去告诉他 在本地给他提出一些建议 有哪些选择 嗯 嗯 好